我们的甜意 大家都会疑问 果糖从哪里来 果糖是易容于水中的单糖 甜度为这糖的1.8倍 存在于蔬果 这糖及蜂蜜中 是提供甜味的来源 因此我们可以在饮料 冰淇淋 果酱等含糖食品中 看见果糖字眼 长久以来 我们将果糖与高果糖玉米糖浆 视为同一糖液 那高果糖玉米糖浆 真的与果糖是一样吗 最早发现果糖来自于水果中 故由此命名而来 果糖自然存在于 蔬果、蔬糖及蜂蜜等食物中 甜度为这糖的1.8倍 亦被人体吸收代谢 不仅有胰脏代谢 故生糖指数较低 可作为糖尿病患者 摄取糖来源之一 经市场提出的需求 加上从水果中 萃取果糖成本高 产量少 即1960年代 市场这糖供应短缺下 高果糖玉米糖浆 就此问世 高果糖玉米糖浆 主要使用玉米淀粉作为原料 因玉米取得方便 便宜 且大量在α淀粉酶分解后 通过低木糖一构酶 一构酶作用 产生果糖 然后混合葡萄糖 高果糖糖浆常见 有以下几款 及其应用品项 供各位参考 高果糖玉米糖浆 对于各式产品 有什么作用呢? 碳酸饮料 粘度比这糖一低 容易与其他原材料混合 且在高浓度下 逆于搅拌 混合 输送 等作业程序 酱油 增加甜度 并提供良好的流动性 即防止微生物污染 水果罐头 果糖具有高渗透压性 可以使水果中水分快速渗出 防止微生物的繁殖 延长产品保存期限 发酵烘焙食品 高果糖糖浆 可以增加酵母发酵能力 且可以使产品具有褐色外观 另外 针对羊羹或软糖 具有防止结晶吸出的效果 浓缩果汁 常见用于酸性浓缩之中 高果糖糖浆 聚在酸性下 较至糖安定 以下为果糖 高果糖玉米糖浆 高果糖浆 差异比较表 接下来为果糖生产流程 术数 玉米中的淀粉 经由液化酵素分解 糖化酵素 将淀粉水解成麦芽糖 及葡萄糖 糖浆过炉后 精致除去杂质 再利用液化酵素 把葡萄糖转化为果糖 把葡萄糖和果糖分离之后 去除水分 成为浓缩糖浆 即可填装于容器 食物求真小专题 我们下次见 拜拜